好久的早安 时间接近周末 带您来看到好吃好玩的 这一次2024年的台北牛肉面节 正在圆山花博馆举办 可以看到周五一大早就有非常多的厂商 正在依序的报道 因为从国庆日开始接连四天 就是我们2024年的台北牛肉面节 而且这一次因为搭上了 时镜秀黑白大厨的风气 这个料理相关的节目正夯 而这一次的牛肉面节 就有非常类似的机制 是由评审以不知名的方式 来进行牛肉面的评选 总共有超过破百组的会员成员来参赛 进行非常激烈的施杀 林师长我们想问一下 今天牛肉面节比赛非常地激烈 因为每一个店家都准备得非常地充裕 然后时间上我们给他一个很充裕的时间 是三个半小时时间 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是使出浑针结束 然后在拼命地在比赛 每一晚都非常地用心 那这次比赛比 7年以往的比赛 前程是差不多的 但是所有比赛的选手 数字都提高了 包括50英级的饭店 10几家出来比 还有一些知名的联手店 或是知名的代工厂 有没有要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 我觉得用平常心来做一碗牛肉面 这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如果你想太多 加了太多的佐料 或加了太多的东西 下去反而会湿气 露了原汁原味 好的牛肉面都吃得到牛的味道 谢谢李师长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次的牛肉面节呢 其实非常地丰富 像是我身边这边呢 就是这一次的市集 而不只如此呢 在另外一边呢 就是的比赛现场 这一次呢 也是像往年一样 会在现场呢 就举办好这个 只有商家在现场呢 做好牛肉面的调理 而现场呢 就是进行评比 而且比赛结果呢 当天就会出炉 对于不少呢 这个店家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比赛 而民众呢 如果有想要品尝好味道 也可以马上来到现场 也有市集可以参加 以上现场最新 我们让时间镜头 全朋友主播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